欢迎回来 国际贩毒集团的运毒手法 已经到了无所不用其极的地步 如今中南美洲的毒贩 居然动用了潜水艇 来运送毒品到世界各地 美国海岸警卫队最近在太平洋 发现了贩毒潜艇 追捕过程犹如警匪电影般惊险 这不是警匪电影的海上追逐战 但是过程却比电影更凶险 正在太平洋国际水域巡逻的 美国海岸警卫队船舰 在波涛汹涌的海面上 发现一艘半潜式小型潜艇 他们马上意识到 这是近年美洲毒贩常用的 潜水艇运毒手法 于是前去拦截 可是潜艇加速逃跑 警卫队连开几枪后 潜艇才放慢速度 这时警卫队队员奋不顾身 跳上潜艇 鹤令舱内的毒贩打开舱门 毒贩这才举手投降 随后警卫队在潜艇内 发现39000磅的可侃因 以及933磅的大麻 估计总值5亿6900万美元 马新社新闻台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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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